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有哪些? 刘慧、血液科、副主任医师 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 它首先是在关节上表现为 关节的一个红肿热痛 肌腱这些地方 它可能也会有一个压痛的改变 这是它的疼痛 再其次它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发热 这个发热它可能是一个低热 一般它不会超过39度以上 这在咱们临床上也能看到 当然如果合并它这个 严重症感染的急性器的话 它也可以出现一个高热 它这个体温没有一个固定的热性来的 就是在咱们临床上体现的 再其次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可以出现这个皮肤黏膜的一个损害 比如说我们的皮下节节 像我们的节节性红斑一样的这种节节 就是中间摁起来比较疼 边缘有活用的这种疹子 丘整出现 同时它还可以损害我们的心脏半膜 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出现一些 患者的吸率的增快 一些包括心肌的一些损害 其实最长的就是我们的半膜总害 因为它后期可出现 风湿性性半膜疾病 最后它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是小孩多见 更多出现的是一个小孩的舞蹈针 我们把它称为 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一个展眼睛 倔个嘴巴或者是给你滋起一些不规则的用动 这是它基本上去临床的一些表现 更多见一些的 专家提示 1.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热痛 2.出现发热 3.出现皮肤粘膜的损害 心脏半膜的损害 4.小孩会出现舞蹈症 2.出现皮肤粘膜的损害